大家好,我是东哥 这一期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公保鸡丁 公保鸡丁是我们川菜当中经典的一道菜 我们首先做一点配菜 红萝卜片 青椒绿 炒菇 我们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再来切一点小辣椒圈 再切点蒜蓉 另外一个麻刀 我们做一个酱汁 一点点盐 两汤匙白糖 一汤匙正姜香醋 一汤匙生抽 老抽几滴 加一小碗水 我们将它搅拌均匀 放着必用 现在我们切的鸡肉 先把鸡肉切成条 然后再切成丁 尽量切小一点 切薄一点 我们做起来 我们做起来 方便 切好之后 放在麻刀里面 放适量的盐 胡椒粉 料酒 水淀粉 直接用手 抓一下 抓均匀了 散劲了 我们放在那里 利用 现在我们做一个鸟巢网 到时候 我们把菜炒好 倒在鸟巢里面 特别的香 特别漂亮 好 我们炸到金黄色 就可以拿起来了 我们把它摆到棚子上面 好 我们现在把锅烧热 锅里放油 把油温升到五成 我们首先把鸡肉放里面 过过油 过熟了 鸡肉 特别的滑嫩 好吃 炒起来的速度 也很快 到鸡肉差不多熟的时候 我们把青菜 也倒在里面 过一下 好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全部倒出来 锅里 留底油 蒜蓉小辣椒 先倒下去 炒香 放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煎 调好的酱汁 倒在里面 大火煎它烧开 扣小小水淀粉 好 把食材倒进去 翻炒几下 撒上料酒 香油 现在可以出锅 现在把擦好的空宝鸡丁 倒在鸟巢网上面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支持明镜i